阴兵借到又俗称为阴兵过路 阴兵过路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好多地方都发生过 最著名的就是咱们中国的北京故宫了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说这个五点之后的北京故宫 就经常会有一闪而过的宫女啊 太阶啊 甚至是传来人的呼喊声 让人听着 北京故宫里发生的灵异事件 大家是众说纷纭 比较出名的就是宫女事件了 宫女未影的确实有此事 1992年的一天 北京市电闪雷鱼 此时的北京故宫就出现了宫女未影 被许多游客拍摄到了 因为许多游客亲眼目睹的这一事件 得到了有利的证据 后来专家们对于此事给予了科学解释 说啊故宫能看见宫女啊 是科学依据的 因为故宫的宫墙是红色的 含有四氧化三铁 而闪电呢 可能会将电能传导下来 如果碰巧有宫女经过 那么这个实话 宫墙就相当于录像带的功能 如果以后再有闪电巧合出现 可能就会像录像放映一样 出现那个被录下来宫女的影子 50年代初期呢 有一个在故宫工作的人 从故宫珍宝馆附近的夹墙走过 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对打着宫灯的人 这个人当时想到 这个年代我们都用的是手电筒啊 谁还用功能呢 难道是 可又一想 我当教导我们世界上是没有鬼神的 肯定啊是眼花了 或者是什么自然现象 于是啊 这个人就想上前看看究竟 可怎么追呢 也追不上那对打着宫灯的人 不过远远的看去 的确是穿着清朝的旗袍的宫女 打着明沙的宫灯 整齐的走着 这下呀可把她吓坏了 瘫坐在地上也不敢追了 直到灯光看不见了那只 才从另一条道路啊 一步一步的迷回家了 1998年的时候 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组呢 在故宫派夜戏 午夜十二点钟呢还没有拍完 有人呢都觉得害怕想走 可是呢导演却不让 没办法呢只能硬着头皮接着拍 可就在这个时候呢 墙上却出现了一排 穿着宫女衣服的人影 还不时传来哭哭声 整个剧组啊是落荒而逃 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才回去收拾东西 不管怎样呢 想想过宫里那些 长长窄窄的过道呢 长满荒草的墙头 如果晚上一个人走在那儿啊 突然看到钱财的宫女 太尖向你走来 就算再有科学的依据 我想啊你会下个拜执 那不仅是北京的故宫下午 五点之前就不准游客 才待在里面了 像是这个陕西啊 甘肃的一些大山的深处呢 也经常会发现这个阴兵戒道的这种现象 当地的人呢就把它叫做山巷 另外呢 云南的陆梁县呢 因为这种现象是多次发生 路过的罗马呢 受惊不敢路过 还得了一个金脑曹的名字 有传言说呢 说这个唐山大地震之后啊 当地就发生过大规模的阴兵戒道的现象 阴兵戒道这种现象呢 通常是发生在大灾大难过后 比如地震时 许许多多的人都在一瞬间 没反应过来就被夺去了生命 所以是积攒了太多的冤魂远离去 于是呢 鬼门关呢就开了 地府呢就会派出阴兵到人世间来居魂 这些的阴兵啊 就造成了阴兵戒道 也就是人们说的鬼差鬼将 据说呢 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一位救灾人员的所叙述 他说呢 当时呢 他正在休息的时候 他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必须马上动身 前往灾区救援 整个部队啊 是出动了几十辆军车 就在行驶到距离重灾区就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 部队的汽车突然抛锚 所有的技术人员啊 急忙是下车进行检查 可是呢 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毛病 大约在晚上八点左右 整个部队的所有的汽车前的大灯突然都自然失眠了 部队当时得到上级的命令 是所有的汽车全部靠右停下来 就这位救灾人员回忆说呀 当时呢 没过多久 又接到了部队的命令 所有的人员呢 全部上车 无论眼前发生什么 都不许说话和乱动 就这样呢 一直在车上坐着 最后呢 也不知道是做到了几点呢 当时的部队 所有的人员呢 都是半睡半醒的状态 忽然听见 车旁传来了一阵阵隆隆的马蹄声 惊醒了所有的队员 只见啊 在救灾人员的车旁 出现了一辆又一辆的马车 而这些马车呢 都是从灾区方向过来的 等战友们摇下车窗 探出头去看的时候 顿时也吓傻了 一辆辆马车上是堆满了人头 那些马车来来去去 过了大约30分钟 足够200辆之多 当所有的马车都走过去之后 救灾的车队在试着把车打着 居然神奇般的就点着了 随后部队啊 便继续的前进 在路上呢 有的战友呢 根据马车上人头的数量 估计了大约有20多万人 在地震中死亡 后来经验证呢 的确有20多万人云难 当时的一个建筑学家 给出了一个解释 说阴兵街道呢 可能是在古代相似的自然条件 有军队经过这个富有磁场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影像被记录下来 专家给出解释说 阴兵街道呢 是极其罕见的一种超磁场的现象 地震之后发生的奇怪声音 用于延时具有录音功能 所以当时的地震过后呢 自然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发出许多奇怪的声音 中国信仰呢 是科学体系 那么唐山大地震 这次阴兵街道 是确确实实发生过 但是呢 这种现象呢 不是一种封建运信 而是现在科学 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 唐山大地震呢 如有400枚广岛兵子弹 在距离地面16公里的地壳中呢 猛容爆炸 这座百万人口城市 倾刻间被离为了平地 这似乎呢 是一场无法预料 无法阻止的豪杰 使得那些与灾难发生之后 重新搜集了地震原因的学者们 毛骨悚然 并陷入深思 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版的 全景是记录了当时人类 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种种表现 追溯了地震前后 酷素迷离的事实与现象 反思了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 究竟应该如何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问题 那么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神佛 有没有天堂 地狱 有没有轮回 在中共无神论的 这个长期的灌输下 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的答案 当然是否定 然而 不管人是否承认 神佛 天堂 地狱 轮回 都是客观的存在 而且几千年来的中国古籍 民间传说中 也都有记载 就连现代也不乏这样的故事 在唐山大地震 幸存整的回忆中 一个28岁的银行职员 王某描述道 说当时 我正在熟睡中 只听见一声巨响 感觉到一块天花板 扎了下来 压在了我的胸部 我挣扎着 试图拔出身体 可是怎么也动不了 想喊呢 却不管用多大的劲 也喊不出来 这个时候啊 朦胧之中呢 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只见眼前 出现了一个穿长袍马挂的男人 他一拳一拐地 走到我的面前 虽然离得很近 但相貌呢 却整个也看不清楚 密布啊 是模糊一片 这位男人呢 带着我走进一个 深不可测的黑洞 当时我的眼前 是一片的漆黑 只觉得身体 在不由自主地跟他走 行到黑洞的尽头 我才发现呢 眼前是一个 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 那个男人啊 进到里面报告 片刻的功夫啊 我听见了一个有人说 生死铺上没他的名字啊 先让他回去吧 此时 我一睁眼 发现自己早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护士们正在紧张地 给我做抢救呢 显然呢 这位28岁的银行职员王某 看到的正是阴曹地府 而他之所以能从地府还阳 是因为他还没有到寿 不该死于这场大地震 那这无疑呢 在告诉人们 生死有命呢 并非虚言 一个人的生死时间 是早已定好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并有所感触 就请您帮忙 奇闻点个赞 信不信由你 感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 下回